蝴蝶依舊狂烈折花 你卻錯過我的年華 網友聽得如是如醉 台灣羽球黃金藍霜 網友麒麟除了展現好歌喉 也挑戰直播小遊戲 比較喜歡李洋屁股 還是女朋友的屁股 李洋屁股 和李洋單獨出國玩一週 還是跟女朋友單獨在家 和李洋單獨出國玩一週 我第二題都還沒有 我不用想啊 聽到李洋就選他了 這檔案讓螢幕線的網友看了都快閃瞎 但王喜霖透露兩人也有發生衝突的時候 年2023年那時候奧運晶分剛開始的時候 那因為我受傷他也受傷 然後可能在受傷期間 各自都表現不好 很低潮然後會很鬱悶 然後他可能會希望我來改變一些我的 一些模式 那我也會覺得說為什麼他要這樣咄咄逼 就是後來我們有找一個 就是齊德學長從旁去做協助 而直播節目有安排著驚喜橋段 你是大寶貝的話 那李洋是小寶貝嗎 他不是小寶貝 他是心肝寶貝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洋 哇 那麒麟現在就是走那個 走那個 那個肉馬路線了是不是 就算原在日本度假 能跨海現身直播 兩人的好交情超放閃 不過大家也好奇 王麒麟會繼續再挑戰 2028洛杉磯奧運嗎 我當然是以這個目標去做努力 那希望有機會可以再選上 然後再拼一次 王麒麟帶著奧運金牌凱旋 敬喜也頻頻出沒各種邀約活動 不過這個周末就要非日本比賽 持續在球場上全力打拼 TVBS新聞告示要留聽聽跳報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